夜裡漁港邊 海邊上到處有漁民打燈 來回往水面裡找東西 他們要找的就是網子裡的這種白色小瓣苗 因為瓣苗年年減產 近年常出現意味一百元以上的行情 這幾天屏東沿海也突然爆亮 漁民說今年的量已經是幾十年未見 有人一碗撈一萬多位 近賬超過百萬元 由於漫苗隨黑潮而來 只能在日本 韓國 臺灣跟中國補撈 根據日本方面統計 臺灣十二月九號產量就已經達到 三十三到三十六公斤 十號更增加一倍到七十公斤 有六十公斤是集中在屏東 到十六號屏東的量有降低趨勢 但全臺累計已經在九百公斤上下 是四國產量最高 但學者提醒 以總量來看 今年數量應該不會高於去年 而漫苗捕獲量年年下滑 臺灣目前雖止開放十一月到隔年二月捕撈 卻佔了漫苗季節的九成 為了避免資源枯竭 建議再檢討開放時間 原始新聞綜合報導